5月5号,2019中国大运河国际钢琴艺术节在杭州开幕 朗朗作为嘉宾和中国大运河杭州形象大使出席 活动中,他不仅钢琴独奏献给爱丽丝 最后他还和四位国际钢琴大师与众多钢琴爱好者共同演绎《我和我的祖国》 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点燃全场 那么我相信通过我们的艺术节 我相信杭州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钢琴的一个中心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那么另外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向世界更好的宣传杭州 宣传浙江 为浙江的高端艺术发展和钢琴的教育 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浙江和杭州的钢琴家 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 活动中,歌舞、钢琴表演热闹非凡 朗朗和嘉宾们共同按动启动键 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卷轴徐徐打开 艺术节正式启目 朗朗表示小朋友学习钢琴也要不忘初心 练习的第一个曲子很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不忘初心 那么下面我要演奏这首曲子 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弹那首曲子 我觉得大家也非常非常熟悉那首曲子 是什么呢 是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 那么我觉得我们希望呢 能让孩子们在演奏 最开始演奏的曲子的时候 也要把它弹得很有艺术性 很有创造性 艺术节的主体活动时间为5月5号到11号 期间将举行朗朗杯钢琴大赛 儿童组、少年组、专业组的副赛和决赛 开办钢琴大师课、大师音乐会、大师讲座 同时还将举行青年教师钢琴音乐会 运河之夜、钢琴弹唱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请不吝点赞 钢琴音乐会